上次跟大家開箱Apple Watch S9的時候 介紹過一個輔助功能 如果未看片就可以看 其實除了Apple Watch之外 iPhone或iPad都有很多類似的功能 這些功能最主要是為了殘障人士而設 但其實有部份我覺得都頗實用 和我自己都頗常會用到 而趁著iOS 17最近正式推出 想跟大家去重溫一下 和介紹一些新的輔助隱藏功能 看看你又知道多少個 Hello!iPinky!歡迎來到iChannel 如果你都喜歡看產品評測或開箱 又或是想看多點我日常的生活Vlog 就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和Follow我的IG 今次這條片是由Surfshark VPN贊助 想上網上得安全些 很多人都會用VPN 而Surfshark VPN除了會幫你加密互聯網的資料 還可以給無限的裝置登入 你一個價錢 就可以跟朋友或家人share同一個account 而且它有超過3200個server 遍佈在100個地區 就算你平時想VPN去其他國家看電影 或是Online shopping都有多些選擇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幫你保障銀行卡 或者密碼這些個人資料的安全 而APP亦都很容易用 進去只要按Quick Connect 就會即時幫你連接到最快的server 只要開這個IP輪換器 就會隨時幫你轉換IP地址 確保上網安全 現在只要用我這條link去訂閱 就會享有特別的offer 以及額外送多3個月的服務 就算覺得不適用 都可以在30天內退錢 第一個功能就叫Backtap 中文是機背點按 顧名思義就是按幾下機背 就會有些事情可以做到 究竟可以做到些甚麼呢 它有點兩下和點三下可以選擇 看到裡面是有很多功能 甚至是可以控制到你的智能家居 而我自己設定了按兩下是Captal 按三下是開相機 拿機用的話 它的反應是非常靈敏的 但如果你套了手機殼 就可能要大力一點 如果你的case太厚的話 也有機會用不到 雖然這個功能不是甚麼新東西 但我自己也很常用到 現在再加上這個action button 就有三個short cut 讓你控制手機 第二個是assistive access 輔助取用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升級到iOS 17才有 聽完名字可能不知道是甚麼 其實它很適合給長輩或小朋友用 因為開了這個模式之後 iPhone就會變成一個超級簡單的介面 解鎖的畫面就會變成這樣 以防它們不會向上解鎖 現在只要按一下開啟這個按鈕 就可以打開密碼 入到去就只會看到你自己加進去的app 所有的icon和數字都大大隻 打電話也會變得更加容易 連相機功能也有大大隻字寫著拍照 就保證它們一定會用 如果大家換了新電話 又想把舊那部給小朋友或長輩用的話 都不妨可以幫它們開這個模式 讓它們容易用一些 如果想轉回正常模式的話 只要連按三下的鎖機鍵就可以出去了 而在第一次setup的時候 你都可以自己選一些app的排列方式 以及想將甚麼app加入 譬如打電話可以幫它們選一些常用的聯絡人 但有少少麻煩的就是 當你選一些第三方的app 譬如是Google Map或者Netflix 你就要逐個開回全權限 所以setup的時候都要遇上少少時間 第三個都是新功能 Point and Speak 指著個字 它就會讀給你聽 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為一些視力不太好的人事而設 所以都很適合長輩用 只要打開放大鏡 按這個框框 打開偵測模式 指到哪裏 它就會讀到哪裏 平日夜晚晚或者公公婆婆 要看信或者看說明書的時候 都可以方便很多 尤其是他們吃藥之前 都可以聽清楚一點 但如果耳朵都不太好的話 都可以用放大鏡去放大字來看 第四個 Per App 都是跟放大有些關係 不過它就是可以為個別的app去進行設定 譬如我自己這樣 就會將Google Map的字放大一點 平日開車就可以容易看 如果你不想把整部電話的字都調到鬼死那麼大隻 但個別的app又有這個需要的話 就可以用到這個功能 另外你也可以將字轉成粗體 但其他功能對我來說 就相對沒有那麼有用 大家就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第五個 Live Speech 開了這個功能之後 只要連按三下鎖機鍵 下面就會有個框彈出來 你打字 它就會幫你讀出聲 其實這個功能本身就是為一些 失去了說話能力的人而設 但有時候大家喉嚨痛 失了聲 或者不太方便說話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 另外你也可以打定一些常用的句子 方便你平日一按 它就會懂得自己讀 而除了廣東話和英文之外 它還懂得說人文 又或者你不想用它們的聲 想用回自己的聲 今次iOS17都多了一個 Personal Voice的功能 只要你跟著它讀完這150個英文句子 它就會生成一把很像你的聲音 I'm creating a personal voice with my iPhone 但生成的過程都需要一兩個小時 暫時只是支援英文 大家可以聽聽這把聲音像不像我 Remember to subscribe PingG Talks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很像我 第六個 Live Caption 它可以偵測到手機正在播放的聲音 再整個字幕出來給你看 但這個功能暫時只是支援英文 而且你要把手機的語言都轉為英文 而且一定是US English 你才會看到這個功能 現在看到它還是Beta版 這個功能何時會有用呢 就是當你看一些沒有字幕的影片 AAA電腦是給你 它可以重新再次用 和任何品牌 又或者 有時你不方便開聲 但又想聽聽別人的聲音 給你的聲音說什麼 就可以用到 平時不用的話 都可以這樣把它收起來 但可能是因為Beta版的關係 看到現在也還有少許Bug 看YouTube影片不開聲的話 它就會出到字幕 但看IG Reel不開聲 它又出不到 希望它遲些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而且如果它之後連廣東話都支援到 就真的很實用 最後一個 Shake to undo 震一震就可以回頭 雖然不是什麼新功能 但我也是很常會用到的 其實它就是等同於iPhone上的command Z 有時你不小心delete了相片 或者遞錯分頁 只要搖一搖部電話就可以undo 不過這個功能 只是Apple內置的app才能支援到 如果你是在WhatsApp打了一篇簽字文 準備發送給女朋友 但不小心按錯鍵 delete了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還是要重新打過 好 以上就是7個我覺得比較有用的 iPhone隱藏輔助功能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哪一個最有用呢? 又或者不知道有沒有哪一個功能 是我沒有說到 但你又覺得很好用的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